这世道艰难 可这不是我们 自寻思路的理由 相反 我们更应该好好地活着 小姐 前面躺了一个人 停车 我们去干什么 是 天晴 龙在屋 正寻 静静 在掌中 见病 姑娘 她是不是死了 她还活着 如意 来 帮我把她扶起来 公子 公子 把快乐 找到君子 把快乐 把快乐 找到君子 把快乐 找到君子 姐姐 你是仙女吗 明明 我是我是 已经死了 你没死 你还活着 你叫什么 住在哪里 姐 我已经 我已经 没有家了 公子 公子 姑娘 你怎么就把人给带回来了呢 这不知根不知底的 万一是个坏人 那我们不就倒霉了吗 她不是坏人 你不是看过她的刊河了吗 她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也有可能是坏人啊 旧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我就当 世卫秀山及一些福德吧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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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要不是看你年纪小 我就报官 把你当登徒子抓起来 我 没死 这人真奇怪 怎么跟很失望你呀 姐姐不该救我 我们就是救死之人 去倒杯热水来 好 我呢 经过大牢 入过航院 现在 跟自己的亲生儿子骨肉分离 可我都还好好地活着 你年纪轻轻的 不要总把死字挂在嘴边 来 喝点热水 还能看到我 还得到无人 这是 据个子 我 обяз了 太多了 我没想到 这就有一个小意思 这就这一个小意思 小姐姐 我的小姐姐 我早就没什么鲑鱼可言了 放心吧 你就在我这儿踏实养兵 姑娘 你是不是认识里面那位公子啊 她叫卫良公 我听说过她 她跟我一样 都是不容易这世上的人 梁公少爷醒啦 叫我梁公就好 这是早膳 姐姐呢 有人请我家姑娘表话 她正在书房忙呢 姐姐会表话 是啊 我家姑娘的苏表啊 那可是城里面很有名的 快用膳吧 那我就先退下了 李兄 那曾氏虽然名声不好 可这装表手艺 可真没话说了 还是要多谢李兄啊 她呀 毕竟是知府知女 纵然沦落风尘 却不改高雅品类 自然与那些装表的工匠不同 我听说 她是被任雪堂熟出航院的 还为任雪堂生了个姨父子 一直没肯入嫁 反而 卖掉自己亲生儿子了 好像有这么回事 不过这人家大奶奶呀 可不是那么好相遇的 这中间 一定发生过什么是非曲致 我只知道 这曾氏的苏表冠绝群成 我看中的是她的手艺 什么是非闲话 与我何干 说的也是 姐姐 别把那些话放心里 姐姐 别把那些话放心里 姐姐不是这样的人 姐姐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才认识几天呀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姐姐的字 不偏不倚 不羁不利 沉浸入口 我相信自如其然 谢谢 来 不用理会那些流言蜚语 我根本就不在乎 不管怎样 姐姐都是不得一而为之 如今姐姐如此胆然 实在是让人佩服 都说魏良公有些痴性 还真是如此 姐姐知道了 魏良公 江南有名的神徒 六岁读书 九岁能闻 琴棋书画 无所不尽 只可惜 生性疏狂 不走正途 以戏痴闻名 江南地界上 但凡认得几个字的人 都听过你的才名 而且 我还听说 你这些年 一直在打听你生母的下落 今年初春 我终于打听到了 我娘亲的下落 她 在苏州吗 我八岁那年 我八岁那年 帝牧潘石 将我娘亲买入苏州行员 后来 她听闻我高重去人 便在行员自尽身房了 帝牧害死了我娘亲 可是天下人 却还要让我为帝牧情笑 实在太可笑了 我不知道 我守着这规矩有什么意义 更不知道 我活在这世上 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从大牢里出来 跪在航院的时候 我也真是觉得没了活路 可我不想死 我不想忍命 我就想看看我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梁公 这世道艰难 可这不是我们 自寻思路的理由 相反 我们更应该好好地活着 死里 求生 我 如果我娘亲 能像姐姐这样想 能活着等我 就好了 其实我之前非常沮丧 我 我日日夜夜地思念着秀山 可是我就是见不到她 可是刚才在听你的事 我突然觉得 我更应该好好地活着 因为我的儿子 希望我活着 对吗 对吗 只要我活着 哪怕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对吗 总有一天 我能跟我的儿子 团聚 对吗 一定会的 姐姐要好好活着 我们 我们都要好好活着 嗯 对吗 对吗